大家好,我是小齐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绣球花无尽夏 我这两盆是今年刚进入春天的时候 从王大爷家买的 两盆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我去购买呢 因为我自己也养着无尽夏 我去购买的是因为 我自己养的很难长出蓝颜色的来 你看,它这个已经出来蓝色了 但是呢,还不是很明显 因为绣球无尽夏 想要调成蓝色的话 要用到硫酸铝 硫酸铝呢,我也没买 我也去年双老的 也没去倒吃这个 自己想让它开蓝色花的话很难 因为我们北方的土和水都是碱性的 所以说只能去买回来看一下蓝色的花 到时候呢,买上一瓶硫酸铝 然后调解一下 这两盆都是无尽夏 从大棚里买回来 它们的枝条是 有的枝条是比较软的 而且呢,因为无尽夏有一个开花的性能 就是它的枝条必须是 养了半年以上的新枝条长出来 从顶部开花 所以说,您记住 到了秋季以后不要去给它修剪 修剪的最佳季节是在春季 春季开完花以后给它彻底的剪掉 剪掉了以后它会去长新芽 新芽长到秋季的时候 这个就是花芽,就是开花的汁了 所以说到时候开完花强修剪一下 这些枝条软的就给它剪掉 因为它容易出现导缝的情况 所以说,您开花的时候 有一个大花头在上面容易折断 所以说您就要去给它捆扎一下 防止它折断 到了开完花再去修剪一下 整个的休息就可以了 在北方养锈秋花 最不能缺少的一种水料就是硫酸鸭铁 因为它是要在北方水质和土质都是减性的 定期一个月给它用一次 对水一比一千的比例化开以后直接倒上就行了 这样就能够保证土壤的酸碱度 但是想让它开蓝色花必须要用到硫酸铝 再一个,开花期间一定不能缺少肥料 它现在长出花碎来了 没有彻底的开起来 它是需要施肥的 等它的花大部分都开起来了再停止 如果你这时候不只是给它施肥 缺少肥料了 就会导致它的花逐渐的 一个花色一个花色的全干掉 因为它并没有开起来 这个时候一定要去给它补充磷酸二氢钾 磷酸二氢钾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月给它两到三次是最少的 然后等它的花大部分全要张开的时候 停止施肥就可以了 开完花 直接给它用多元素的肥料 可以去用塑酵的氮肥 也就是花多多的10号氮元素为主的肥料补充 促进它快速的长枝条 我们修剪完成了 刷牙就直接出来了 修剪下来的枝条还能够打来千叉 非常的好痒 今天就是给大家说一下无尽下 大体的啰嗦一下 如果您觉得想其说的还可以呢 想看更多的演化视频 麻烦关注一下小齐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齐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绣球 去年的时候 我买的那个绣球花的小苗 千叉的苗子 然后我在进入秋季的时候 给它修剪了一次 修剪下来的枝条 然后一部分都拿来千叉了 当时给大家看过 这是千叉以后移栽的 你看这几颗小苗都是成活的 而且这一颗是直接用黄土在种的 它用黄土千叉也是能够成活的 非常的容易成活 哪怕是老的枝条嫩的枝条 只要枝条上它有芽点 顶尖它是带有生长点的 你千叉上以后成活了 能够直接在顶部生长 老的叶片 它两边是有生长点的 千叉成活了 长根了 它会从两边去长出芽子来 所以说千叉非常容易成活 这个东西 只要您土壤保持透水性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散射光 或者是明亮光的地方去 每天去喷水 保持土壤的湿润就能够成活 长根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而这一颗是当时千叉的 没想到千叉的一个老枝条 因为老枝条养分充足 长根了以后 它从老枝条的顶部 直接长出花苞来开花了 你看开的花就像一个荷花一样 非常的漂亮 这种颜色的花是非常好看的 千叉绣球花包括修剪 只要您去按照时间去修剪 按照方法去千叉的话 是非常容易养的 绣球花最怕的就是强光照了 特别是小苗 你要记住 一定要去给它用肥料 盆头的表面 要长时间的给它撒点缓湿肥料 缓湿肥料用多元素的就行了 现在就是促进它快速的生长 用多元素的肥料 然后一个盆给它撒上点 两个月给它撒一次 这样它就能够一直有养分工艺 再一个就是定期的要去给它浇肥料了 小苗我们是要它快速长大的 快速长大就要促进它快速的生长 所以说我们直接给它用 以氮元素为主的花多多的十号就行了 氮肥能够促进长枝长叶 然后如果说蜘蛛长到足够高度了 然后我们再去把它给它剪下来 剪下来以后 它就会不断的往外分身测压 到最后达到一个一颗底部主干 逐渐的变突 然后分之多的效果 非常的好痒 就求今天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颗千叉的 然后开花开的非常的好看 而且底部的花苞也逐渐的在蓬大 在张开了 现在出来这个就像一个荷花一样 非常的漂亮 给大家炫耀一下 看一下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也没什么重点 就是说一下施肥 说一下千叉的小苗都成活了 好了 大家好 我是小齐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三角梅 这个三角梅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吗 秋季的就是秋末的时候 我说让它开一刹花 当时从夏季开始空水 然后开了一刹 但是开的量不如现在 到了冬季 本身上面还有花的 然后我把它给它剪掉了 剪掉了以后叶片把它在棚里以后自然的全部脱落掉了 因为我棚里晚上温度在10度左右 到了10度左右 它就会出现落叶的情况 然后我就少浇水 保持盆土的微微湿润 稍微有点干 这样它能够快速的落叶 然后去进入一个休眠阶段 结果现在到了春天了 没有叶子 只有花 这是一个悬崖式的 我在这个盆里养了三年的时间了 三年的时间 从一个小小的枝条 千叉的枝条 然后做成一个悬崖盘景 就这么简单 而且开花一年最少开两到三次 所以开花量最大的是春季这一次 因为它没有叶子 看着花比较好看 现在还在持续的往外出花苞 再一个夏季 它还能够开一次 到了秋末的时候 人为的控制 然后让它到冬季的时候 初冬的时候 能够再开一次 这是一个比较懒的品种 是一个绿叶大红的品种 在家庭中养 有很多人养不开花 必须要通过控水 必须要通过施肥 所以说你只要养这个 正常的施肥 就是盆土的表面 给它撒上二绿的缓食肥料 两个月或者是两个半月 给它撒一次 一个一次给它撒上二三十粒 这样就能够持久的养费供应 得到的足够多的零甲元素 然后能够促进它去分化 花牙开花 在一个定期浇水的时候 直接给它用花多多的二号 直接给它用花多多的二号 它是一种 以零甲元素为主的肥料 零甲元素含量非常的高 但是其他的元素也含有 这样就能够让它冲花的同时 不影响它在这个小盆里 时间久了以后 缺少其他的元素 直接对水化开 给它浇上就行了 养它现在开花了以后 别缺少水分 开花一定要给它施肥 不是说不施肥 直接给它浇透 然后什么时候花卸了以后 再去给它修剪枝条 再去给它控水 让它二次开花就可以了 三角梅无论芹花品种 懒花品种 想要开花最简单 春季是它必开花的阶段 小七的三角梅 现在哪一个品种 现在都是开满花了 按照小七说的方法 你养三角梅 无论什么品种 保准能养得好 今天就是给大家 交个作业看一下 我这个春季已经开爆了 说一下怎么去给它用肥 今天就到这里吧 大家好 我是小七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说一下仙人球 这种仙人球是炫美玉 它是属于南国玉鼠的 它开花的性能非常的强 只要球长到四五公分左右 就会开始开花 球越大 开花性能越大 它那个刺是不是很扎人的 是一种趴到一个球面上的 用手去摸的话不是很扎人 它开花是在春季 是开花量最大的季节 只要球体足够大 你把它放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去 它会一直开花 不断的往外出花苞 就这么强悍 而且它的花的颜色比较个性 是一种生死的颜色 南国玉鼠的仙人球 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它开花以后能够自花兽粉 但是呢 这个炫美玉 它就有点特殊了 我给它兽粉 好几次基本上都不成功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看来 网上卖这种种子 卖的少的原因 应该就是它自己兽粉 应该不能成功 在这里说一下 如果说你想要一个 不扎人的仙人球 不是很扎人的话 可以去买这种仙人球 再一个就是给它施肥药跟上 这个季节只要温度一上来以后 它会接着往外出花苞 出花苞 我们一定要记住 盆土的表面 一定要给它发上 奥利A2的缓氏肥料 也就是磷甲元素为主的缓氏肥料 这样得到的磷甲元素多 它的花苞会出的快速 看到温度在10度 或者是15度以上了以后 就要及时的去给它干嘛了 去给它补充肥料 仙人球 配土 一定要颗粒土 再七升以上 这样透水性才好 盆土干的才会快 盆土干透了 看着它生长 看着它长花苞 磷酸二青甲不能少 一个月 每次干透了 给它浇透就行了 三到四次 两到三次都可以 根据您 盆土干的速度去 浇水的时候加上 这样就能够让它的花苞 快速的长出来 因为它就是一个开花机器 你看每一个球上 只要稍微大点的球 一次能够长 七个八个十个 甚至更多的花苞 一次开爆的效果 就是您的球足够大 它长的花苞足够多 肥料跟上了以后 所有的花苞一块开的话 到时候才会是开爆 它有一个什么信息呢 从早上见了太阳以后 开始开放 一直只要把太阳遮起来了 就是到了下午的时候 就会闭合 本身我是放在东边的 它是能够见到光照的 我拿过这来放到这 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它直接都闭上了 就这么个性 而且它的花粉 就是带着花粉的雄蕊 然后用一个东西去碰一下的话 会自己往里合死 然后就是蜜蜂收粉的时候 它就会把蜜蜂夹到里边去 让蜜蜂身上挂满花粉 然后能够给它起到串粉的作用 今天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介绍一种开花的仙人球 炫美玉 而且它开花的量非常大 包括怎么去施肥 怎么去浇水 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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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стати观看 元素